船舶 船舶在并中航行的时候 驶入了重兵区 我们需要一个驾驶员登上直升机 跟随机长一起去探索兵尖水道 了解我们船舶的前方 是否有可以安全航行的水域 我知道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第一个时间向船长请命了 但是被他拒绝了 他说这是我们直升机在本航次中的首飞 面对极地这种突发的气旋 会非常的让人感觉到紧张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未知的挑战 甚至是惊险 他说还是换一个男同志去吧 但是我坚持了 因为我在船上当时坐的是二副 航线规划是我负责的 所以我说没事的我去 就这样我换上了装备 跟两位机长一起登上了直升机 前面的路都非常的顺利 我根据在直升机上看到 海面上的一些冰原做了记录 并且规划好了一条新的航线 正当我们要返航的时候 飞机的前方出现了一阵浓雾 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们在直升机上 根本就不可能看到海面上的雪龙号 虽然它那么的庞大 但是在海面上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红点 我们在天空中盘旋了好几圈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有些紧张了 虽然当时在直升机的机舱里面 机器声轰鸣 噪声也很大 但是我隐约地听到前面的两位机长在嘀咕 我们飞机上的油快要用完了 实在不行 我们就找一块完整冰 找一个地方紧急迫降 等待大船来救援我们 我听到了这些话 心里面有一些发出 但是我佯装镇定地看着窗外 等待奇迹的发生 可能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就只有等待时机 等待机会的本身就是对危险的探知 幸运的是 没过多久 雾中就出现了一道小缝 机长非常迅速地灵活地冲出了那个云雾 当时我们都感觉到有一种 拨开云雾见彩虹的欣喜 直升机安全地回到了 雪龙号的直升机平台上面 这是我又一次在基地 面临了生与死的考验 小时候 我的外公是一名海员 我的父亲是从事航海相关专业的 我总喜欢拽着他们带我去黄埔江畔 去看船 去认船 去了解航海的知识 我曾对爸爸说 长大了我要成为一名船长 驾驶着万吨巨轮 航向大海走遍世界 可他呢 总是笑着摸摸我的头 不做回答 长大后我才知道 在我们航海界 有一种迷信的说法 认为女性上船是受到忌讳的 而且当时也没有一个航海院校 会魄力找走女生 因此我的航海梦可能就此搁浅了 然而在高中的某一天 爸爸带回来一张上海海事大学的招生简章 上面清楚地写着航海技术专业 招收女生22名 要求身高1米65以上 视力4.8 我异常地兴奋 我觉得这一切的条件 都是为我量身定制的 就这样我顺利地到了上海海事大学 开始了我的航海生涯 2008年硕士毕业留校以后 得益于学校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政策 我一边在学校从事航海的教学 一边上船累计航海经验 这些年我从一个航海的菜鸟 也就是我们说的航海实习生 做到了一条杠的三副 再有一条杠的三副 做到了两条杠的二副 再从两条杠的二副 做到了我现在穿的这一身制服 也就是三条杠的大副 有人问船长去哪了 四条杠的船长 是我未来努力的目标 庆幸的是 我的梦想没有终结 并且传递给了我的学生 现在我班上有很多女同学告诉我说 毕业了 她们要像我一样 加入到海员的队伍 也确实 随着船舶 现代化 智能化的发展 我们在船上 不仅仅依赖于重体力活的劳动 女生完全可以胜任船上的各项工作 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讲 有了女性的加入也能够很好地平衡 男海员在单性别群体工作环境下 对心理产生的压力和负担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我们国家对于女性航海驾驶员培养政策的优化 比如说轮岗制 一段时间让女性在海上工作 一段时间因为她们累积了航海的经验 可以更多地从事一些一线的航运管理工作 这样就有更多的女性会加入到我们海员的行列 她们会像女航天员 女飞行员一样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 跟南海员一起践行我国的海洋强国梦 谢谢大家